继高超音速导弹之后 台湾的中程弹道导弹也要来了 晴天相信各位都不陌生 早些年的时候就有消息称 台湾可能已经拥有高超音速武器 虽然不知道技术是从哪儿得到的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武器说的就是晴天 最大速度6马赫 射程能达到2000公里 现在晴天导弹有了升级版 也就是晴天2中程弹道导弹 源头打击能力进一步提升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晴天导弹的现状与未来 以及台湾的中程弹道导弹 晴天导弹的外观 类似放大版的雄风3 一个晴阳冲压发动机 再加4个天宫2导弹的固体燃料发动机 发射的时候 4个火箭推进器将导弹推到高空后脱离 之后冲压发动机启动 射程2000公里 速度6马赫 详细的介绍与分析 火力军之前聊过 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这期视频我们聊点不一样的 比如导弹发射车 目前天宫雄风系列的导弹发射车 都是一加一的模式 也就是一个拖车头 加一个发射车组成而成 并不是像梅欧那样 导弹发射车直接整合到一起 这也就意味着 天宫雄风系列的机动性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车辆在指定地点部署时 也比较费力 于是在晴天导弹上面 台湾军方计划玩点不一样的 最初在研发阶段时 台湾打算选择山区固定式部署 找个比较隐蔽的地点藏起来 不过经过推演发现 部署在固定地点 也就意味着生存性很低 于是晴天就变成了机动部署 只是由于导弹体积太大 对导弹发射车也有要求 中山科学院原有的导弹发射拖车 无法满足要求 所以台湾需要购买新型导弹发射车 就目前来看 台湾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杰克·坦托拉815 12x12特种卡车 如果对这款卡车不太熟悉的话 印度的布拉莫斯按键导弹系统 用的就是这个 另一个则是美智的M983装备运输车 也是爱国者同款导弹发射车 那么台湾会选择哪个呢 导弹发射车不像坦克火炮那样 性能有很大的差距 它只是发射平台 性能强弱 主要看导弹 所以对于台湾而言 选择泰托拉815或者M983 在性能上并没有很大的差距 最终决定选谁 主要取决于 谁能为台湾带来更多的好处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台湾更倾向杰克的泰托拉815 原因也很简单 杰克实在是太主动了 收益也更明显 2023年3月25日 杰克中医院院长艾达莫娃 就率团访问台湾 之后更是传出了 杰克有意参加台湾的 陆运轻型战术轮车 雷霆2000多关火箭炮 8×8轮式发射车 以及晴天导弹发射车的项目 相关技术合作也在台湾生产 并且在2023年4月份 台湾就主动宣布 即将与杰克达成大规模的 军事合作协议 内容涉及装备交换 与联合武器开发等 并且杰克还会向台湾 出售轮式自行火炮 以武装太军炮兵部队 在武器交换方面 有消息称 爱达莫娃提出要引进雄风3 杰克一个内陆国家 引进部署在海岸线的 暗机反舰导弹 相信各位都明白 杰克的想法是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 提供给乌克兰 毕竟在打击 俄海军军舰这方面 雄风3的确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当时台湾已事关重大 没有同意 杰克也希望 可以与台湾联合开发 军用无人机 台湾在中低端无人机方面 拥有一定的技术优势 而杰克在无人机方面 有所欠缺 找别人合作能走一走捷径 也不排除无人机远无的可能 作为武器交换的一部分 杰克将向台湾提供数百辆 发射车底盘 也就是12x12的 抬头拉815 可以增强晴天导弹的机动性 杰克拿出来的另一款装备 则是莫拉纳轮式自行火炮 在整个欧洲 杰克的火炮技术还是不错的 20世纪70年代 杰克斯洛伐克研制了一款 达纳152毫米火炮 破塔中置的设计相当显眼 冷战结束之后 杰克与斯洛伐克分家 斯洛伐克发展出组扎纳系列 口径改为155毫米 杰克则继续发展达纳系列 相继推出达纳M1与达纳M2 口径依旧是152毫米 物俄战场之上 就有很多达纳M2型火炮 其最新版火炮就是莫拉纳 特点就是机动性更好 重量更轻 公路机动性更好 与法国的凯撒大炮相比 莫拉纳的自动化程度 与防护性能都相对更好 在台湾取消购买M109A6时 杰克的火炮就是绝杀 可以大幅度提升台湾的火力 在导弹发射车方面 压根都不会考虑美制的M983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 台湾要购买M109A7 按照最初的计划 台湾想要采购40辆M109A6 总金额为5.6亿美元 不过乌俄战场的经验表明 在不对称作战中 海马斯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于是这些M109A6就被换成海马斯 随着部分海马斯抵台 台湾又开始计划购买新型火炮 只是根据公开信息来看 A6的生产线已经被拆除 于是火炮型号换成了M109A7 目前美国已经同意出售M109A7 台湾军方也已经启动 向美国购买最新型的M109A7的 建案程序 纳入2026年的预算内 而且台湾军方也已经向美国 发出邀价书 等待美方回复后 台军就会依序完成建案作业程序 在台湾已经购买M109A7的情况下 捷克莫拉纳火炮的吸引力 就会有所下降 但也只是一点而已 莫拉纳属于轮式卡车炮 与M109A7属性不同 作用也稍有不同 并且在台湾公路比较多的地区 轮式的莫拉纳 比屡带式的M109A7更好用 如果问选择哪个 火力军的回答是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 肯定是全部都要 其次就是价格问题 选择美制的M983 那是要付钱的 但如果选择捷克太托拉815 则是以武器交易的方式 虽然不是没有代价 但平均下来 价格总会更低 而且选择捷克太托拉815 相关技术合作也在台湾生产 之后台湾就可以利用太托拉的技术 逐步升级自家的其他导弹拖车 更重要的是 购买捷克的卡车 相当于台湾是甲方 付钱的才是大哥 而在美国这边 台湾虽然是买方 但并不是甲方 交付时间也有可能延期 在晴天导弹已经掉产的情况下 延期无疑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就火力军而言 台湾优先考虑捷克很正常 而且在2024年6月10日的时候 捷克就宣布在台湾开设台北捷克中心 虽然明面上说 这是为了深化捷克与台湾的文化联系而成立的 但实际上可以推动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 包括军事领域 配备导弹发射车之后 晴天这款高超音速导弹 暂时不会迎来更大的升级 下一次重大改变就是三年后 台湾研制出耐高温高热的防护材料 并改良超然冲压发动机燃烧室 与助燕系统之后 在此之前 晴天导弹的重点是晴天2 这是一款中程弹道导弹 2024年8月 台湾媒体报道 海空精准导弹射击操演时 出现了新型导弹的生产工厂 与重型武器装备组装架的照片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导弹已经可以确定是传闻中的晴天2 在性能方面 台湾并没有公布实际打击范围 不过从目前已知的消息来看 晴天2属于两极设计 弹重在20吨左右 只要火箭发动机不出问题 射程在2000公里不在话下 只是需要注意的是 与一般的中程弹道导弹相比 晴天2的弹体较短 大概还处于原底样机测试阶段 距离量产还有很长一段路 中生科学院也已经承认 晴天2项目属于科研计划内容 当然即使如此 晴天2也能说明很多问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台湾弹道导弹的发展极为坎坷 20世纪60年代以来 台湾就在寻求源头打击能力 比如中程弹道导弹 在这方面 台湾选择模仿美国的 晴程弹道导弹技术 之后转向中程导弹 台湾首款弹道导弹就是清风 属于美国MGM-52长矛的纺织品 就结果来看 进展还是挺不错的 清风导弹长6.15米 采用液体燃料火箭动力 最大速度3马赫 按照原本的计划 射程要达到300公里 但实际上射程只有60公里 至100公里 不过后来以色列提供了支持 清风导弹的射程 提升到了130公里 采用惯性制导 射程误差达到了370米 作战效果十分有限 虽然精度与射程都不尽如人意 但对于弹道导弹 刚起步的台湾而言 清风导弹已经属于成功了 如果后期台湾可以从美国 获得更先进的中程弹道导弹 那一切都好说 可惜事情进行的 并没有那么顺利 美国拒绝了台湾的请求 没有美国的支持 台湾就只能自己研究 直接从头开始 于是在1981年 台湾空军航空工业发展中心 与中山科学院 提出了天马计划 缘制一款两极火箭发动机的 中程弹道导弹 最大射程1000公里 依旧是惯性制导 只是技术难度太大 在进行第一级 第二级分别技术实验 以及第二级点火实验后 就被交停 虽然在1988年 台湾短暂重启了天马计划 但很快又完全放弃 1999年的时候 台湾主动公布天马计划 这也就意味着 这项计划已经无法实现 在20世纪90年代 台湾发展中程弹道导弹的计划 没能成功 但是台湾并没有放弃 相关研制计划转入地下 也就是替径计划 再次从头开始 自行开发中程弹道导弹 为了替代清风导弹 台湾也推出了天极计划 将天工二防空导弹 改造为短程弹道导弹 就结果来看 因为保密程度太高 递进计划并没有什么结果 大概是融入了台湾的 航天计划之内 毕竟运载火箭和弹道导弹之间 只有薄薄的一层窗户纸 天极计划则进行的比较顺利 顺利推出机动式发射的天工二臂 采用惯性将GPS制导 比清风导弹抢得多 但问题在于 天工二臂不是中程导弹 即使是升级后的天鹅计划 射程也不过500公里 当然这点台湾也考虑到了 在研发之初 台湾为了防止中程弹道导弹的研发 在某个时候面临失败 还准备了一个后备计划 也就是研发巡航导弹 虽然威力无法与中程弹道导弹相比 但可以让台湾在一定程度上 拥有源头打击能力 与一直受挫的中程弹道导弹相比 台湾巡航导弹的发展极为顺利 也取得了很多成果 比如雄风2E 射程达到了600公里 之后推出的增程版雄风2E 射程更是达到了1200公里 只是雄风2E属于亚因素巡航导弹 速度相对较慢 于是交了速度更快 威力更大的云风导弹 虽然研究计划一度中断 但还是交出了最终大卷 也就是晴天高潮因素导弹 不过晴天2的曝光 也说明了台湾一直没放弃研制 中程弹道导弹 这次曝光也就意味着 相关技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在未来几年内就可能推出原型弹 相比较台湾当前的巡航导弹 晴天2这种中程弹道导弹 飞行速度更快 飞行高度更高 更难被拦截 而且台湾目前也在研究 高潮因素导弹技术 如果之后晴天2导弹 搭载高潮因素滑翔器 还能进一步提高 该导弹的射程和突放能力 总的来说 在源头打击能力方面 台湾一直采用自研加引进的方式 尽可能多地装备远程对地 精确打击弹药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目前台军已经装备雄风2E 雄风2ER 晴天万箭等导弹 反箭导弹领域的雄风2 雄风3以及鱼叉 也具备一定的对地打击能力 等到晴天2中程弹道导弹裂装 台湾的源头打击能力将进一步升级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台湾的中程弹道导弹 什么时候才能服役 可以在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咨诺 咨诺 có 把 非常 va 马 兙 咨诺 什么 咨诺 分